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状况最近有很多资料 包括美国在2024年会派人再次登陆月球 另外最近有科学家尝试研究月球核心 但这个问题很有趣 因为月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熟悉的卫星 但为何对于月球的内心 那么久我们都不能掌握到性质 尤其是以前甚至我们有提及过 苏联的科学家认为月球是空心 地球空心有人说过 但月球空心我想是有一定的理由 因为他们不能够认识磁场 所以如果不能够认识 如果没有东西就不会产生磁场 那空心是其中一个可行的解说 但不是唯一的解说 对于月球现在的内心 Core有没有新的发现呢? 这样说如果你说太阳、地球、月亮三者之间 我们对太阳核心的认识是多于对地球 而最少认识的就是月球核心 所以跟小学生说地球的地理 你还说不出地壳、地慢、外核、内核 现在我们再知道和外核、内核之间的 仔细结构我们再知道更多 这里又要清楚 我们要知道一样不发光的内部结构 其实是很困难的 太阳是发光的东西 而且我们知道有一些讯号 是由内部深处发出来的 譬如那些叫中微子的东西 所以我们能够捕捕外面的光 捕捕内部的中微子 我们可以更加掌握到外部内部的状态 但地球核心没有东西放出来给我们 除非我们把一些讯号放进去 然后看看它反射什么给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捕捕内部有地震 以及外面施加一些爆炸 或者像我们上次说的火星 如果你要知道内部结构 就是要捕捕内部有没有大型的运石撞击 来知道内部结构 另外一些你也可以用核子摸杖的方法 就是看它转的时候 有没有古怪的动静 从古怪动静 你也知道内部大约是如何 打个比喻很简单 例如有一个陀螺 它整个质量都很均匀 一旦转它全转都很均匀 很漂亮的 但如果这个陀螺的构成有些不均匀 这里多了一点 这里少了一点的时候 一旦转起来 外面很容易就有一个碎差现象 有一个precession转得很不稳定 所以透过量度转得稳不稳定 是另一个方法来估计它内部的状态是什么 刚才你说的precession的碎差就是等于一个陀螺 它转之外,上面的转也转了 是,它不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转转 然后它会有些变化 即是转也转了 是 这次不是特意谈地球 我们终于经历了这么多年 终于有人肯说月亮是什么 一直以来 无论是登月计划我们都知道 月亮是没有什么磁场的 从月亮没有什么磁场 甚至乎一口咬定 月球里面是不会有流体的 我不说它里面是空心还是实心 即使它是否空心 我在上面加一个震荡 大家会知道 它里面如果是实心 应该全部是凝结固体 这是我自己二十多年前 还在大学习读书的时候 老师喝酒 但随着我们认识的仪器 越来越灵敏 我们知道无论是水星、火星和月亮 它的磁场很小 可能火星会好些 水星和月亮的磁场很小 但并不是零 所以你还有权话里面 应该还有一些流体的活动 这次应该是属于法国的一个大学的机构 和天文台 傻邦 因为里面那堆法文我都不会读 我用英文道法读错了 他们发表了一个我觉得挺震惊的结果 就是我们第一次有人尝试 科学地了解月亮里面是怎样的 现在好了 如果我们用小学的角度来告诉大家 原来月亮和地球结构的层次都很相似 它在最里面来说 都有一个半径大约500公里左右的一粒核心 而这个核心的密度是跟铁差不多 它是否是铁我不知道 但它应该是跟铁的密度差不多 而这个500公里这么小的核心以外 就是有一个流体的外壳结构 其实这就变成了跟地球有些相似 但差在它会不会有一个比较流体的地板 这就没有说得很实 但现在起码知道 跟地球比较 它当然不会像地球那样 有这么活跃的火山活动 但似乎我们都看到 它有证据就是曾经 或者依然还有些很微弱的地板活动 是帮你将一些物质由月亮的核心 带到比较近月亮表面的外壳 这从哪里可以验证到呢? 就是由月亮外壳 依然找到比较多一些像铁那样重的元素 就可以去验证得到 即是说这些铁的元素应该在铁里面的内壳 在铁里面 就带了下去 而下面有些铁的元素随着它 你可以理解一些类似熔岩的活动 又是带了上去比较近的表面 它有多活跃不知道 但其实那种层次跟地球有多似的 外壳暴露在外太空 营结了 内部保留着一个不太活跃的地壳活动 然后在内部还有一个外壳和内壳结构 其实跟我们的地球很相似 但差了它远远没有那么活跃 远远没有那么活跃 当然可以体验在池场上 地球因为还有一个比较热的核心 地晚仍有上千度的温度 内部的外壳和内壳 也有它的应该有一种很特别的效应 来帮助我们产生池场 而很有趣的 在他们的研究中 甚至说月亮 其实以前还没有那么冷却 它曾几何时 都有一个比较强的地质活动 然后有一个比较强的池场 池场甚至可以强到一个地步 比起地球现在的池场强100倍 只不过随着它一路冷却 内部的流体活动越来越少 于是池场也减少了 但为何会冻得那么快? 这里很有趣 首先它比较小一点 又会冻得快一点 你看到火星比起地球小 它会冻得快一点 而且再加上火星离太阳 比较地球软 它又会冻得快一点 但是月亮和地球距离太阳 都差不多 所以它的主要效应来自它是小 它小就会快一点 就会凝结了 这是最粗疏的解释 这个首先令到它 譬如不要折地球 有那么多火山? 它照计曾几何时有火山活动 但是现在你不会看到 即使有火山活动 我们看到月球表面 不是全部都是银石坑 有些真的不一定是撞击坑 有些是内面爆出来的火山坑 这很明显 由地质的地球物理到 你知道哪些东西是外面撞出来 哪些东西是内面爆出来 你的形状会有差异 有特征可以考究到 还有刚才你说的 如果敲敲它 我们知道它的核心 是否等于 我前面有一幅墙 那幅墙是实心和空心是不同的 那幅墙坑进去? 是的 就是给一个震荡 看它反射出来 是一个什么频率的讯号 你便知道内面大弱的情况是如何 但是今次的研究 如何知道月亮的核心 我想需要一些震荡 撞击的数据去帮手印证 但它另外用了一个挺特别的技巧 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陀螺有关 台长也有看到 它用到激光 它就用了Laser Ranging Ranging 就是量度距离的东西 你用激光来量度距离 你便可以量度地球和月亮的距离 而且是准确的 是很准确的 用激光量度距离很准确的 然后它还可以量度到 你的月亮的这一分和那一分 它和地球的距离会不会有差异 你可以想想一下 如果月亮自己 甚至地球自己 大家的旋转都很稳定 即使我考虑其他 以知的一些碎差现象 地球自己都有碎差 可以有一些小小的差异 月亮亦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地球上 很稳定地度着 跟月亮某一些固定位置的距离 这个陀石坑上次和我的距离是这样的 那些差异有没有周期性的变化呢? 我们去扣减地球自己的碎差现象 我们可否了解到月亮自己的碎差现象 基本上是怎样呢? 由此便可以再抽屉剝减 如果去过月亮本身的旋转 是有少少不稳定的 那种轻微的碎差现象 意味着月亮本身的结构是怎样呢? 有没有一些东西的分布是不均匀 里面有哪些东西大了、小了 有一层或两层的东西呢? 由激光量度距离 你大约知道整个月球旋转的状态是怎样 由此帮忙亦去估计入面会是怎样 当然再加上外面那种 如果有时是一些月球受到撞击的观察 上面有一些探测器 去探测下月亮那种 由那种隕石撞击来传来的那些月震的震动 不是地震是月震的震动 你大约可以互相认证入面的状态是怎样 但如果你假设是一个陀螺 它里面是铁和空山是两种不同的转法 我想最主要是物质分布 我会说是一个转法不同的 但你说的是哪个参数 整个物质分布是开一点、迫一点、哪个多点、少一点 你也会影响旋转起来的一些参数 好的 除此之外 刚才我们提到 美国现在很积极派太空人上去月亮 其中一件事是 如果是Artemis II 在明年他们会派太空人上去的时候 是会用Laser 用激光射到地球高解像的陆景 这个技术上是怎样做到的 其实我想有些人不小心 你现在自己在用的技术 即是你家里用光纤 里面通常用一些比较单式的光 其实都是用激光来传光纤的讯号 但现在当然了 你上到月亮去拍完东西 你就不会拉着有线的光纤上去 来将讯号射下来的 现时来说 很多时候都是用Radio Wave的讯号 例如收音机那种 甚至微波、电波讯号 来将月亮上拍到的数据 发送回到地球 这是行之有效的无线电系统 但如果说到 全资料传输的速度 很容易受到 这个无线电波 它本身的波长受限制 其实读得这些讯息工程 我经常都知道 如果肯用一个能量越高的电池波 它的频率就会越高 频率越高 即是在每一秒里的起伏 数量越高 即是如果每一个起伏 都可以帮我带一个数据 即是每秒能带到的数据量 会更加高 就是用一个很粗浅的解释 所以我们用一些比较高频率的电池波 来做资讯传输 出来的资讯 的承载量就会高很多 所以就算在地面上 也有人去研究 我们有没有能力 用更加高频率的电池波讯号 来帮我们把这些资讯 由一度传到第二度 所以现在就想 不用电波 不如用普通的激光 现在激光就是可见光 也能做到激光 或者它不一定需要用到可见光 但如果你用到红外线 红外线的频率 会比无线电波高 但是地球的大气 对于这些红外线 又不是很透明的 这就要想 你要选择一个相对能够 能够穿透到大气层 频率又要比较高的无线电频率 它们会找到的 然后将它用激光的形式 为何用到激光呢? 因为激光可以做到很聚焦 你不需要讯号乱向周围射 然后很多地方根本上 你不允许它是需要接收这个讯号的 你会很集中很有定向性 来在月亮上指向地球的接收器做 所以很容易就要想到用激光的技术 而且一个这么长的距离 你会遇到有些消耗、发散 而且撞到大气层内也会有些发散 所以你本身的讯号要强 所以又要精准 讯号又要强 而且资讯承载量又要高 那你就会想到是用激光摇距来做 但地球上做的时候 有效地将几几几个小时 一秒就下降 即是现在不停地进行 这些讯息工程的人 正在挑战这个记录 一条光纤区最快可以 gave多高频率 一次过可以传输多少 那记录我们以前有提过 但现在我们未来也要提到 因为肯定会更新的 但今次来说是由月亮射到地球 Artemis将会用到最新的一种 资讯发送的技术 来将在月亮上拍到的东西发送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高解像的影像 高解像的速度很快 260MB每秒 这个真是很厉害 但现在看的相片和50年前 在阿波罗11日看的相片是完全不同的 是 我想会不会像我们现在看高解像的电影 是呀,甚至会觉得这么假的 是否从哪个厂乘搭出来的 没有的,很期望 但现在科技的发展是相当高级 对了,这里又要再提一提 中国也宣称自己要2025年上去 这是宣战 但希望是一个良性竞争 到时你会看到无论哪个上去也好 影响下来的事情是怎样的 大家会否碰口碰面呢? 我觉得是好事 好事来的 在上面大家,总之是骗下手算数 不要有任务 其实在那里,赤秋也没有什么好处 不是的,很厉害的 你知道这件新闻吗? 雖然是另一提 在泰国说机场有一个领队排队 它是一个人台,但代表50个中国的团队排队 接着那49个中国团队排队都参加了一堆 希望这件事不要太空发生 我们也不经常在地球上发生 好,下一节回来 梁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 和按小铃铛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